不過這個修改和一辯論的主題未必是直接相關 我只能夠簡單表達我對於這個修訂感到相當不安 因為這個改動亦都有嚴重的角色蹤蹤 本人僅此申請 楊國喬議 多謝主席 主席,我當然覺得我們有今次的辯論或者討論今次的議題 其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本來我們立法會由1998年正式有第一次的選舉 到2016年其實一直以來對於主席的身份獲席都不應該是一個爭議 但是當然事以如此 也都往往剛才同事也都已經提及相關的一些不幸的情況發生 所以我們今天要望陽保留 當然會不會太遲呢 或者從來根本就不應該有今次的望陽保留出現 就謝偉俊議員代表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動議 有兩點我想特別指出的 第一點是雙重標準的問題 在討論細節之前 主席,我們不妨重溫一下我們議事的一個預言故事 衣索如言個個都異熟能長 其中有一個是關於蝙蝠的故事的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記憶猶新 故事是這樣的 鳥獸和酒獸彼此交互而互相交戰 雙方互有勝負 兔仔、老鼠又死 雞、鵝都死不少 當時蝙蝠家族從來沒有公開過加入任何一方 當他們看到鳥獸佔優的時候 他們宣稱自己是鳥獸 但當情勢反轉過來 當然他們就會說自己是酒獸 當戰爭結束 鳥獸和酒獸在和平會議上討論一下蝙蝠的行為 大家都認為蝙蝠的行為是絕對可恥的 他們集體決定將蝙蝠趕走 亦都因此自此之後 蝙蝠只能夠躲在黑暗的角落 直至晚上才能夠偷偷地飛出來見人 這個當然只是一個預言故事 但預言裡的微言大意 反而應該是警醒世人反映現實的一面 在我們現實世界裡 我們經常都會見到蝙蝠這類人 他們未必需要躲在陰暗的角落裡 甚至有很多人可以大無私樣地 在大雅之堂裡亂飛 而這次我們見到的 是你的蝙蝠由飛鳥變身做酒獸的時候 竟然被人發現原來它是飛鳥扮酒獸 這個才是令人惋惜的地方 主席 現實世界其實比童話故事更加荒謬 今天有動議 當然我們都是希望為兩年前望洋保留 令到我們感覺到更加嘆息的是什麼呢 其實不單止針對一個人 而是有很多人 口邊天天掛著愛國、愛黨、民族大義 為了國家利益 不惜上刀山、落油獲 龍潭虎魚都可以千山我独行 不必相送的心態 但是很可惜的是什麼呢 口裡說愛國 袋裡帶著的是另一個地方的護照 另一個地方的國籍 天天在講基本法如何神聖 另一邊上可能暗馬底就在歌唱歌頌雲黃 天又雲黃 這個究竟是一個什麼的人格 這個究竟是什麼態度呢 做得立法會議員 我們固自然希望的就是有人可以在香港為我們捍衛利益 政治立場本來不重要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由選擇自己政治立場的權利 立法會也都是代表著不同政治立場的一個議事廳 但是如果當你身在香港的立法會 心懷其他國家的利益的時候 人們當然不禁要問 究竟你的發言是否真正能夠捍衛到你的選民呢 又當然我們要反問的就是 其實為什麼會出現2016年那次事件呢 當然是因為議會裡面本身是畸形的 直選的議員本來就已經不能夠擁有其他國籍 所以如果由直選議員出任議長 本來就不會出現什麼大問題的 但是當然因為功能組別 因為部分的功能組別能夠擁有雙重國籍 這個可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原因 而不知為什麼竟然有很多人是願意享受歷史遺留下來的 這個叫做聲稱的好處 我明白擁有第二個國籍在香港比比街市 我們香港很多市民本身也都有雙重國籍 但是他們不是要出來從政嗎 他們不是需要出來代表香港人的利益去捍衛 更加他們不需要出來做主席 主席 我們擔心的地方就是雙重標準 我們最擔心反而的是 在2016年我們記得的是議會裡面有同事 竟然是為了有人擁有雙重國籍 而呼籲我們不要緊 這個是要重寬處理的 當我們有人在認為 因為某些議員的言行而需要DQ的時候 竟然會因為有議員 口袋裡面帶著另一個國家 身為另一個祖國 而叫我們寬容處理 這個就是我口中的雙重標準 而這個才是令我擔憂 造成今天公眾對議會產生高度不信任的原因所在 主席 議事規則委員會 在當日這個議會主席選舉之後 檢討事件提出了兩個改善方案 是給當時的議員選擇的 一個是維持既有的自覺信守制度 另一個就是以法定聲明的方法 要求將來議員做一個有法律效力 可以在法律上被追究的聲明 以確保將來出選的議員所提供的資料確實無誤 當然這個是一個可以選擇的 一個較為可取的辦法 但是當然主席 要考慮兩個選擇的時候 我都曾經是有點掙扎的 我們從來都不會為反對 令規則更加清晰更加明白 是有所擔憂 我們其實本來是希望議會裏面 每一件事都清清楚楚 大家是有法規去執行 但是當我們了解到修訂的背景之後 當然我們是充滿無奈 無奈的是我們發現議會裏面正在墮落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的議會正是由一個本來可以靠自覺信守的議會 走向一個事事都要用嚴厲法則管理的議會 犯了法規就必須有後果 將來參選議長的議員都需要 如果他在法定聲明裡面說謊都需要受到懲罰 其實這個反映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議會以往所奉行的英國議會傳統 這個自覺信守制度的基礎 其實就是相信議會裡面每一位成員 儘管政治理念完全南緣北徹都可以是君子 都可以互相信任對方的人格是正直 大家可以持有不同的政見 但是我們都應該有基礎去互相尊重 而所遵守的規則都是君子協定 而君子協定在今天的議會裡面 非常可惜的是似乎已經不復存在 議員之間缺乏信任 這個已經是變成大家人所共知的事實 而公眾對於議會的不信任 也是非常強烈 我只能夠說主席要公眾相信議會 只能靠有如今天的法定聲明式的機制 才能夠確保到將來香港人 對於未來參選議長的議員 是相信他並沒有外國護照 必須要提一提的就是 造成今天的這個局面 其實可能我們在座都有責任 但是DQ議員一派獨大雙重標準 有權用盡以為特區政府保駕護航等等議會的操作方式 我相信必然是禍首 當君子制度失去效力 日後換來的 我憂慮的可能就是更多凡康的行事規則 主席老實說 這個並不是我們願意見到的方向 但是我希望的是 是建制派將來能夠撥亂反正 因為在可見的將來 建制派在議會裡獨大的機會依然存在 而我們只是希望的是 將來參選議長的議員 能夠一早就有這個自覺 能夠將他的愛國提早一點點 不要再在臨時參選之前 才做出放棄護照這些行為 因為我相信 就算這個人士及時趕得及 其他他的同僚都不會看得起他 主席本人僅此臣切 就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朱凱迪議員 謝謝主席 關於這個修訂議事規則 是處理立法會主席選舉的問題 我想從兩部分去說明我的想法 第一部分 我認為實際上現在說 加多一個法定聲明 是可以說沒有什麼實際內容的 亡陽寶怒 他實際上真的做到的效果 我看到就是兩件事 而那兩件事其實都是 看回主席閣下你在2016年那次